他这个枪啊 我拿到的时候呢 这两管枪了 是他的枪不是我的枪 太细啊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狐奇特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340集的节目 今天来给大家做呢 各位呢 比较催更的一款SSD 72号的STAR SCREEN 这款的变形呢 有点复杂啊 看说明书的话呢 可能会一头雾水 没有关系 其实他也不是说非常的难了 那么呢 这个在大黄蜂的独立电影里头呢 这个家伙呢 有没有出现 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 可能有一载具的形态出现在天空晃过吧 然后大家都说呢 到底你是闪电还是STAR SCREEN 这个争论的一直到玩具呢 也是这样子说的 那我们今天只讨论这个玩具的部分了 看上去呢 两者呢 似乎非常的像啊 有一定程度的亲戚关系 但实际上把玩之后呢 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他这个脚啊 他是这个直接剖开的 但他这个脚呢 只是打开 然后这个胸口翻折的一个形象也不同 以及这个STAR SCREEN的话呢 后面这个尖尖的这个电尖啊 还是什么来着啊 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造型的话呢 差异度呢 就更加的巨大了 所以其实这一集的话呢 真的 真的是 真的没他什么事啊 真的没他什么事 那我们就稍微的就是也简单的聊一下这个STAR SCREEN 我第一个这个赛星的这个造型的STAR SCREEN是IDW时代 当然这是一个朋友重图过的版本了啊 我自己的话那一款全新啊 一直没有拆 以及呢 之后的话呢 在围城的时候呢 也推出了这个STAR SCREEN 那不论是哪一个 都是都有几个共通点 第一 三角形的这个机翼 第二 这个肩膀高出来的这个部分都是有保留住的啊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不再多讨论这个关于他的这个赛星的造型了 我们来单纯的聊这个玩具啊 首先呢 塑胶感是稍微重了点 他的红啊 蓝啊 还有这个灰啊 呃 组合起来是稍微有那么一点 一点点的山寨的感觉啊 尽管是 也是有点涂装 但这个涂装也不不怎么样啊 呃 我举例还说好了 他这个脸部啊 脸部的话呢 是人脸的 那这个脸上的银漆呢 不知道是涂了太厚呢 还是说这个面部的磕痕本来就不够深了 感觉有点糊 看的不是非常清楚啊 呃 官方引以为傲的头雕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也只能用中指回进他了 那从侧边来看的话呢 是还不赖啊 就 但是因为侧边的关系 鼻子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 但确实这个脸部的银漆感觉是有点小扣分的 手臂内部这里也是一样啊 呃 感觉涂的是比较厚 而且这种银漆比较没有质感啊 大腿也是一样啊 感觉似乎是 OK 有有有有点小 不得有涂比没有好啊 我们还是要感谢的心啊 那再来的话 他这个做工上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呢 他这个枪啊 呃 我拿到的时候呢 这两管枪了 是他的枪 不是我的枪 太细啊 这个呢 我的话呢 就在这个外侧呢 就稍微涂了一 沾了一点点的这个块干 沾一点点就好 然后干了之后呢 就是再把它扣上去啊 增加它的一个 粗度 扣上去的话就难分难舍了啊 现实生活中呢 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但是玩具我们可以轻松的解决 那么他的一个外摆内收啊 这一代啊 我在几次的变形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把它给一转啊 这个零件会整个掉下来啊 就整个腿会转下来啊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遇得到啊 那听说帅的人是 哦 我会遇到啊 那么这个手臂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啊 也是同样发生了一个 呃 兵器看起来还挺挺长 但是有一点点容易去下垂的感觉 主要是来自于 他的一个枪的这个握柄啊 非常的短啊 非常的短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他最大往上提 只能提到这么多 你这握柄太短的时候呢 就是变成会这样 你要扣紧的 你要扣紧的话 他就会下垂 你要稍微拔出来紧的话 就会这样 但是这样一点就比较 比较容易去掉啊 就是会容易晃 这个各位自己去取舍吧 anyway这个武器的话呢 有一些小小问题了啊 那其他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有一个 个人觉得比较突兀的地方 就是这一代的这个 呃 这个算是飞机驾驶员的 这个舱盖 是鲜黄色 但是这一代的话 却是一个透明部件 我觉得好像 是不是有点跳痛啊 这是鸡蛋里挑骨头 其实我觉得 这个玩具本身还是不赖 但是在这个配色上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点小小可惜的一点 那这个武器 真的是还蛮容易去碰掉 那其他地方 都找不地方放 那他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就给各位展示一下 头部是球形关节 手臂360度转动 二头鸡在这里 可以转动手肘 那手肘的话 可以弯超过于90度 呃 这个的话 拳头无法转 只能往内缩啊 闪电的话 可以转动 但是他不行 腰身可以转 但是腰身转动 是在后面这一旦 前面这一块 这里是不动的 还是这样的转 有一定幅度的一个转轴 膝盖的话 可以弯到约90度 两边的膝盖都非常的紧 脚滑又很好的一个接地 而且脚地板很大 这一款人物的一个战利性的话呢 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 非常的好 那背后给各位提一下好了 呃 这两片的话都是偏松啊 不论我怎么弄它 就是偏松啊 这个就是呃 这种这种这种装置的话呢 一旦松了比较难处理 那么呢 它的背后这一块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变的 因为呃 我变形一次之后呢 我看了一下说明书 我找不到后面的一个造型啊 那我只能够这样子 做这样子的一个收纳 我不晓得这样变是对还是不对 那这个飞机的头呢 从这个地方呢 小小露出来 那是软胶部件啊 软胶部件 待会变形的时候呢 每个人拿到了这个飞机头的一个 一个一个呃 翘躯的角度 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软的 脚的话呢 是稍微有一比较容易去软脚 虽然它不是球形关节啊 不是球形关节 主要是外摆内收啊 也有一点偏松 有时候我掰掰着掰着 变形的时候呢 这个腿的话呢 就被我给转出来了啊 呃 松的这个机翼啊 还有什么的 还有内部等一下变形的时候 有一个结构 我也是 我也是觉得它为什么就就不打个锚钉啊 呃 整体来说这一款设计挺不赖 但是这个做工啊 真的是有一点点堪忧啊 那我们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手的话呢 这个地方 简单的把它给缩进去 那我的习惯 我先把整个大部给变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了 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将这个 脚啊 这个地方 我会建议呢 先把它转成一个内巴啊 让它稍微缩进来一点 方便我这个机翼能够动啊 这个机翼稍微打开一下 你看一碰就掉了啊 这个地方 OK 不过这个问题不大 我们要做的是 先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头呢 给翻出来 这两片部件的把它给打开 中间这个是飞机的这个机头 从这个地方给翻出来 然后到这的话呢 有一个卡扣 把它给扣进去 先把这个地方给完成啊 这里 把它扣上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整个翻正 你就会看到这个飞机的一个头部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记得 人物的脚会变成上半部 人物的手跟头在飞机的下方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给各位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展示啊 从这样转到这个角度来看 待会呢 这里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凸 有个凸 两边有凸 就是要扣进去这两个凹槽 这两个凹槽 待会记得这样就行了 那我刚是不是把它转成一个内巴 好 转成内巴也可以啦 但是我们先翻出来比较好方便 做一个讲解 这个地方把它打开 整个脚这个地方给打开 打开之后 里面的东西呢 全部的往外翻出去 全部都把它打开 能打开的通通把它给打开 好 再把它转回 它的一个内巴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脚尖呢 给塞到内部去 它里面像是空的了 把它给塞进去 然后这块部件呢 把它再往外反折一个角度 整个反折出来 到这 脚的话呢 摆下来到这里 然后你重点在这边 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 这个凸 这个凸要扣进 这个凹槽 这里 把它给扣进去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结合点 将它给扣上 然后这块板子呢 往下放下去 它这里是有一个 很小的结合卡扣 但是结合的力度是有点 有限了 然后呢 这个后面的垂直尾翼的部分呢 它还有一处的一个关节 记得把它给翻出来 我记得是在这里 对 往外翻 好 到这边 然后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 记得这个凹槽是朝上 但是方便我们变形 我们先把它给翻出去 方便我把这个地方给打开 好 整个给翻出去 翻出去之后的话呢 再往内翻进来 这个整个翻到最外面去 里面的部件呢 通通的都给翻出来 通通都给翻出来 好 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把这块部件往上推 再推进来 到这里 两侧的话呢 可以先做个简单的结合啊 这样子结构会比较稳固一点 方便我们做一个解说 再来呢 你会发现刚翻出来的部件呢 都会把上面给整个覆盖住 最后呢 这里一样把它给压进去 然后呢 两侧 中间这里呢 这个卡扣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是扣的不是很稳啦 我觉得不是很稳 但是挨着挨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它是左右咬合的一个一个变形的一个结构 好 到这 好 到这边 这里 中间的话都把它给压下去 OK 那么 飞机的顶部算完成了 顶部完成下半身就是更加的简单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手部的话呢 先这里 这里有一个 这是人物的正面嘛 对不对 从这里把它往外面翻出去 这里 打开 这里也是一样 稍微用一点力啊 稍微用一点力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给 这个头先往上放进去 到这里就行了 它的头就是这么 这么就结束了 然后呢 把这个手这个部件呢 继续的往内 翻进来 然后呢 手臂反转 到这边 到这里 然后呢 把这个手臂往内折进来 到这里 好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的手臂 可以手臂先反转 也没关系 把这个转进来 然后呢 两手 简单的说呢 这个两手呢 就是挨在一起 好 就把它塞到 这个空间而已 没有 里面好像没有卡扣了 我觉得就是塞进去而已 它的卡扣呢 待会是在这个地方 要靠武器 帮我们做一个结合 那剩下这两块很简单 就往下 按下来 然后彼此做一个结合 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这里 上面这里 要记得把它扣进去 然后最后一下 忘了扣下去 好 那 and 最后把这个翅膀 往下放 然后呢 这个部件 往内推进来 这里 推进来 这里也是一样 推进来 好 这个部件的话 从这个地方 你注意看 这个蛮有趣的啦 它这个翅膀是往上翘的 你反转之后呢 它就变成往下锤 然后呢 再把这一块部件给翻出来 那这里一样 一样蛮容易去喷剑的啊 一样蛮容易去喷剑的啊 就给各位讲 解说一下 反转 然后这里 把它给翻出去 OK 挨上去 这样一样的话 它的一个形状 就会出现了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样很难看 你把它翻折上去 也是OK的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的一个武器 给装上 那武器装上的话呢 刚人形的时候呢 我们是装这里 是这个圆形的凸 扣这个洞 但是载具的时候呢 应该是换成这个 这个凸 另外一个凸 扣旁边这个方形的洞 把它给扣上去 你如果要扣圆形的洞 也不是不行啊 也不是不行啊 这个应该是 都OK的啊 好 变成这样 那它的 在这个情况下 它本身也是有一定的 不赖的站立性 甚至这两片的翅膀 它等于是一个 有点类似于支架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武器呢 最后这个武器的收纳 我觉得是 有算小加分的啊 就这两个 组合出来的这个大凸 扣上面这个洞 然后两侧 不是还有两个小小的洞吗 就这 两个小小的洞 就是扣这个 跟这个 把它给扣上去 好 这个武器这样子收 我完全可以接受啊 觉得还不赖啊 算得上是可爱啊 这样把它扣上 那这个提过了啊 这个手应该就是 往上斜进去放而已 那机器人的头也是 变成在后面 对不对 理想从后面 偷袭它呢 那简直是做不到 因为它后面一直盯着你看 那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 这个SSD72号 Star Screen 从机器人到一个外星 这上面把它扣起来 到外星载具的一个变形 过程了 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Starscreen的载具形态 认真来说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种 就是还 嗯 算有设计感吧 反正呢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是喜欢的啊 包括后面啊 虽然后面觉得它的一个脚 好像没有参与变形 但其实它是整个是前后 你看 前面是尖的 后面是尖的 整个这样子 貌似好像有一个流线 或者是说喷射的 一个火焰的一个感觉 个人完全可以接受 那后方的话呢 有两个很大的一个推进器 还有这个 嗯 Starscreen的脸 再次给各位看一下 暗中观察的这个 嗯 恐怕的老二 那么上方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比较容易去松开来啊 以我目前的变形的话呢 要把它卡稳没有问题 但是卡稳的话呢 我的这个 呃 这一代 好像缝隙会有点大啊 Anyway 那加上呢 它的这一代 这几个部件呢 其实都是偏软胶部件 包括这一块也是 那可能就是 你看 还有一个回弹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所以就嗯 很难把它弄到很密合了 但是这个密合度 我自己是能接受的 然后它有一个造型 也是蛮特别的 垂直的一个尾翼 上方的话呢 可以继续看一下来 这里有一个 中间这个过渡 我感觉是 稍稍怪了一点点了 有一个这个齿轮啊 脚在这个地方 但是可以稍微的无视掉 那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座位 然后前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软胶部件了 那由于收纳在身体里头的关系 它可能会往上翘一点 各位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造型 你再捏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的话 一样有做出一个像是一个像是火炮的一个造型有出来 底部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 其实出乎意料之外的 有设计感 它真的不是乱塞 我觉得它的这种左右有很标准的一个对称的一个感觉 非常非常的不赖 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 里头的结构呢 这一块结构呢 也不是乱做的 它这做出来都是有固定住这个武器 武器又过来 跟后面就这样拖住 然后这个地方底部形成一条线 那么呢 包括后面这一带收起来的这个线条 我真的觉得是真的是可以 那这个翅膀的话呢 我也是完全可以解锁 它是一个这样的往下放的一个造型 摆着桌上稳定性非常的好 载具的话呢 可能我对它的爱还高过于人形吧 非常非常的喜欢 狂派的标志一样印在上面 那么呢 我们就简单的跟这个围城的这一款 算是有点G1风格的 也是三角形 这个像肉粽形啊 菜粽或肉粽 粽子形态的这个载具呢 做个简单的对比 这是整个是完全是包覆住的啊 底盘这样子 比较一个卡通的一个造型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感觉更加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感觉了 那就是说稍微焦了点吧 如果你愿意补个色啊 勾个线啊什么的 应该还是我非常的有看头的啊 那么这一款SSD72号的starscreen的话呢 我个人的满意度是非常之不错的 但是就是做工来讲 有一些地方 像是这个 有些地方容易去喷的 像这一块啊 这一块 其实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都是这种偏有一点软的塑胶啊 你在收到体内的时候 你掰开的时候 如果掰的顺序不对啊 这一代应该是这个 你看到没有这里 这里其实是一个C型扣 这个C型扣其实在变形的时候 它受力是蛮大的 如果你实际把玩的时候 你比较会容易知道 我这样说你可能感觉不到 然后还有这一代 反正这种只要是遇到这种转 有这种转的这种位置啊 都是比较容易去偏松的 那把玩上是确实是会影响到一点点手感 但是总体来说 人形啊 载具的一个美形度上呢 都是合我口味的 变形的话呢 也是属于我能够接受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式 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